兔头大表哥来吧 什么活 你好英哥 没什么事 就是我吧 是辽宁四洋人 完了就是买这恒拉房 是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哥们你能能稍把那个电风扇关一下的吗 这个是有点脆脉 好了 就是 恒拉的房是吧 就他不是保交楼了吗 但是吧 现在我们有挺多人吗 不想要这房子 因为我们也找挺多律师 就是按照合同来讲 就是他违约交房 到新闻交房 我们可以退房吗 退钱吗 但是现在我们的数据是 不想要房子 也不想要钱了 你业行别跟我们要钱了就行 但是现在政府不让我们起诉 业行可以起诉我们 你想要知机灵魂 还是一层一层拨开你那些 不是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我想让我省掉废话 还是直接跟你 就是跟你一层一层 慢点说 你怎么说都行 我直击灵魂吧 来我问你个问题 行行行 我来我问你个问题 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这房子房价距离 你买的时候 现在翻了整整三倍 还卖不卖 等不等 不是那不能 是 问你回 问你就回答 等不等 那等了 得了呗 就是占便宜行 吃亏不行 也不是这么想的 那咋说呢 还有什么加国情怀在里头 也不是啊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是这房子现在 丢价赔了 但是现在就是 挣了你肯定不带卖的吧 赔了 但是你就能说出 其他理由了 没有什么其他理由 那你不就是挣了 挣了不会卖 赔了才会卖吗 赔了才会不要吗 是啊 对不对 但是那你说我 我钱的 我只是不想要的房子 钱我也不要了 我连首付 我活 我首付 首付都不要了 是因为 那我这么问你 首付 如果你付了90% 你会不要吗 我首付拿了20啥万 还了 正常还了三年 三年是还了十啥万 你不用说 不用说 这个是你为你自己的商业行为 付出代价 因为你首先 你要谈前提的话 哥们 七房 它是一种商品 你买七房是这种投资 这是你自己要付出的代价 你不用说你还三年 还八年你得还 是 我知道 我的意思吧 就是怎么说呢 按照合同法来讲 我可以起初退房子 我钱我也不要了 就钱和房子 我都不要了 来看 看 看四米小号 看 等级都没有的 看 等级都没有的 看 看 这屋里面确实 我说实话 李马赖 确实不缺 月初组队来 能上麦 我没有这个 能上麦 我知道 能上麦领 能上麦就领 那个读稿钱 上不了麦 可下面领情远钱 行行行 没事 你说你的 咱俩讨论的俩 没事 你说吧 是 我们吧 就是 我们就是 挺多人 也是找挺多律师 律师也跟我们说很明白 说如果 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我们不关钱了 你稍等一会儿 你稍等一会儿 砸了钱 问问下面这小子 来那个 财带捋捋 你打开麦 你说来 你说一下 怎么欺负的老百姓 我听听 说话 赶紧给他断了吧 一会儿别他妈吐了 一紧张 没事 你说你的吧 完了咋不得 完了咋的 你现在由哪想不通 是政府 也不是想不通 政府吧 保救楼 保救楼也行 我也要不认了 完了后来 楼下来了 下来了 要是你这 这个不直播间里 要是有死阳人都知道 恒大文化旅游城 文旅盘 然后叫房子 我去看了 下了一场雨 花花漏 我一瞅 那我没法要我的这房子 你说完了修 他们现在有住进去了 现在都没为凶了 我一承诺 我就别要了 然后我就 假如就是 他们退房 不要钱 那咱其实换个东西说 哥们 假如说你买台车 你买台车 然后呢 这个车说好了 俩月之后给你交付 对吧 咱就比如说期房了 这就不涉及期房了吗 你现在买台车 如果现在没货 俩月之后给你交付 俩月之后 正在路上 还没到俩月 一个半月 都要车短嘛 一个半月的时候 你说我不想要了 因为这车掉价了 新年新款出来了 哇 你说我的贷款 我都还俩月了 你觉得能不能行 那你车子不行啊 那你车来 那为啥房就行呢 车也没到手 车也有等半年的 哥们 也有车等半年 咱就是说嘛 俩月还没到手 你说中间不要了 行不行 是 他这个主要是 他这个房子 他不是晚交了一年多吗 所以实现 他的实现 晚交了更长 所以他设不设计违约 设计啊 设计违约 直接维权不就好了吗 是 但是我们 可不可以 比如说 我举例的 可不可以设计违约 然后直接 我不要了 不是 他们设计违约 违约 按照他们交房 是晚交了一年多 嗯 是 你晚交一年多 他出问题了 哥们 是 对不对 他出问题了 你买的那个车 咱讲话 可能是个 可能是个什么 什么那个 大家以前一直买的牌子 然后他现在出问题了 叫停了 不能铲了 那怎么办呢 是 哎呀 那后面说 给你铲出来 不行 不行 你铲出来 我不要了 我就不要了 我就想不要了 完了 你觉得这是合理的 哎呀 不是 那我举个很简单例 我也不太懂 我跟你举个很简单例 哥们 其实这个事 如果像你这种想法 如果说 咱再考虑说 价格涨与不涨 刨除在外的情况下 这事能不能执行 其实能执行的 怎么做呢 就啥呢 全楼盘的人 啊 全楼盘的人 按原价 把就是这个 这个房子 按原价 你交了几个月 交了一年 交两年 按原价 把折合到现在的交了 一起不要了 咱也不用保交 保啥交还给他盖啥呀 别管挣了赔了 对吧 都不要就完了 哥们 但凡有一个要的 这房子不能说 不能说不盖吧 想自 那你咋办呢 完了 回头 我把你那户 抠了 就是他 我那个盘 分四个地块嘛 我那个地块 是1500多 1500套房 是吧 住进去 可能是 三四百户吧 然后是 你这 你这 你这首先 你这首先里面 我告诉你这么讲 就是啥呢 在你的眼里面 你 你的立场是什么 是老百姓和 国家 是 你的立场里面是这样的 是这么分的 老百姓和国家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你跟 你不想交这个房的行为 是哪呢 是你跟银行的贷款 违约 房交不交你手里 是你跟开发商的合同 对 明白吧 现在你想通 你现在想通过 你跟开发商 是不愉快了也好 还是不等了 还是什么问题 你跟开发商的问题 你想跟银行违约 银行为什么要承受损失 对啊 是 是的话 那我为啥 为啥 为啥可以 可以允许你不要呢 那个律师也都跟我们讲了 说 对 就你拿这个钱 我跟你说 就是什么样能能合理呢 就是说这个房子 我不要了 你商量你也不用盖了 你怎么着 我跟银行带这款 还是这些款 我这款 我能不能给别人 给的另外一条房 我就买另外一条房 我同样还背这款 你可以跟银行商量这个 但你就是如果你跟这个房子解约了 银行给这个房子 带这个款式 比如说一百万 你换一个你家老二手房 完了你说 我把这一百万背到这个方形 银行和款 你这房子值不值一百 对吧 如果其实 如果可以行得通的话 就是你说白了 我债务同样背 我拿别的东西来抵押吗 这不就是抵押贷款吗 对不对 我拿别的 对 那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啥呢 开发商不给你交房 我跟银行耍赖 凭啥呀 那个不是跟银行 就是我还讲问题吧 就是我的 我就是我的钱我也不要了 就是我交的首付和这还那三年 我啥都不要了 你就是 我能按照合同法来讲 律师讲的是合同法 那合同法是你跟开发商执行的 你跟银行管那关键借钱的 对不对 不跟银行 就是我的 能让我们起初横了 就是正常起初 就是按照正常法律来讲 这合同是能 就是能解除的 就是律师 我们找就是找 沈阳本地律师 辽宁的 后来都不解了 他们都说 解到 别说了 咱就这么说吧 你要想违约 就承担违约金 或者是违约的 这个惩罚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违约啥惩罚 老赖呗 对不对 我就不想我断供了 你法拍吧 你该拍拍多钱 你往往上卖 卖去吧 你这个卖多钱 卖多钱 剩多钱 我补不就完了吗 那违约金就是差价吗 你认补不就行吗 这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吗 不是 你现在的问题是 就是你正常 就是你不得 就是能起诉吗 但是现在我们连起诉的权利 都没有了 不是你起诉谁呀 你要 你起诉银行 起诉地产吗 那人都没了 哥们 那你还咋起 你起诉 人都没了 差点房子也给你补 不行 因为房子掉价了 不还是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吗 涨三倍你还卖吗 涨三倍你不卖了吗 现在不是赔了吗 如果现在 由于这个问题 一拖再拖 完了房子光光 给人涨价 你能卖吗 那到最后 不是又回到 我最开始说的问题吗 挣钱行 挣不着钱不行 凭啥呀 不是 英哥 他要质量型的话 我也就撤会出了 好 那咋的 你这保教楼的意思 质量还不行 到现在 连增的水都没有 都是往那拉水 一想想点想 不是 发大水吗 就下大雨 下了三天雨 我那个 我有个大哥 就是去大哥 住进去的 我跟他视频 微信视频 娃娃顺着窗户眼 就是上面窗户 放在上面眼 质量不行 哥们 质量不行 直接 质量不行 直接找 就是你讲话 家里做就找家里 谁分包 谁做的 找啊 没人管 房子漏水 没人管 这是两回事了 哥们 你不要为了 你可不要为了 说是这房子想退 然后开始抹黑呀 哥们 如果真有急事的话 你直接举报 不就完了吗 我怎么不信 他讲话 房子质量 就是窗户 这边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房子质量漏成这样 没人管 家里面出的 保交楼政策 这可有话说了 对不对 出现局闲着干啥呢 哥们 你这是咋成 你这是咋 咋交的呀 咋交的 反正交房 这东西不在 不在就交房质量里面 不管的吗 应该 我就是 我但凡说一句假话 往出门接着 这个房子连那个 就是交房子不得有 那叫什么证来的 那个叫 就是验兽合格证啊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 那就是 那是你着急往里搬呢 就是他们官方宣布 现在可以 可以入住了 还是你着急往里搬呢 对 就是官方说 可以交房子了 然后他们着急的 就住进去了 验兽合格证 啥都没有 我这个 这个我 付法律证 绝对 不再说假话的 不是 哥们 那那这个问题变了啊 这问题变了 不是说你现在不想 你不想要这个房子违约的问题 现在问题变了 是保交楼交税楼 没有 没有质量保证 对吧 是 现在他们的漏鱼呢 完了 然后地下车 直接 你来 你直接 明天来 我事 我跟你跟踪 这事 对 没问题 哥们 对 这样的 来 给你跟踪 这事 行吗 你回头 你回头 你进度 你跟我说一声 明天你去举报去 这事 怎么回复的 我听听 就是漏了管不了 没招 这么说的吗 上来 上来 又来了 真没质量保证 这么巧 刚才讨论工会 时候你们在 刚才讨论 这个时候你们在 刚才讨论滚刀 时候你们在 完了这把 就这么巧 你们又是 又是沈阳本地的 三五小号又出来了 真行 真行 哥们明天你去举报去 完了怎么给你回复 你跟我说一声 你上来 你随时连麦 行吗 我们管理都记得你的名 秃头大表哥 明天你去举报 你说我这个楼 往里面住完 你看官方怎么给你回复的 拿文本形式给我 行不行 保交楼没有质量验售部门 我怎么不信呢 行吗 他们嘛 就是 那个人吧 怕房子 就是 彻底烂尾 然后 怕住不进去的房子 然后还有我们那房子 四儿挺多 还有一批 二三百户被抵押的 我想 我只想知道 我只想 我其实你也是明白人 我只想知道 是不是还没完全 整特别明白的时候 着急就进去了 对 主要是咋的 如果是的话 那就存 那如果说 如果说是的话 就是完全没整特别明白 是啥东西没整特别明白 哎呀 他们住进去 小区里边 就是刚整上绿化 然后他们就全住进去了 住进去是啥的 第一批住进去 是被抵押的 三百户 二百多户 就是 恒拉抵押给四川那边了 然后 四川那边 那公司 起初很猛的 我不关心 你这抵押谁 还是咋的 我就说 没整特别明媚的时候 差在哪 是不是有可能质量存在风险 就比如验收 验收还没过呢 你着急往里进 房子有了 我不管 必须得让我进去 房子现在有了 凭啥不让我住 我个外面 我天天租房子 我凭啥 我得住去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是 都是 那哥们 如果是这可能性 说白了 赶鸭子上架 出毛病了 那就是 是 那就是这 那咋办 那赶鸭子上架 出毛病了 所以给你退了就合理了 哎呀 也不是说退了就合理 我们这咋说呢 就是 哎呀 现在 现在 现在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你就是说 确实这个 这个质量问题 咋办的时候 咱还不知道呢 咱还不知道 你这个部门 你 你就跟住建的 你跟聊了 你说你说 咋回事啊 对吧 怎么存在这问题呢 你咋给人发的证 说我没发证呢 你这边说不行了 活不起了 让我们掏钱 说你给外面租房子 让我掏钱 我这是猜啊 我忙猜啊 就是让我们掏钱 我们也不能掏啊 那房子住好了 你非得着急搬的话 那你就搬进去吧 那好 问题的话哥们 绕到这儿 你想咋处理啊 怎么静音了呢 你你切回来 你别切出去 切是听不着你说话 我刚才切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房子的 区里头呢 我看就 这样我 我抽到张照片 一会儿 我看我微信 能给你撕发 我就我 那窗屋 那全是 不是 哥们 我现在我就细节 其实我都没法跟你说 那个窗屋 是他们自己带的 还是说你自己装修 我进去不装修吗 不是毛皮房交付吗 还是啥 有装修的 那个精装修 精装修的 带着窗户的 完了 你那个质量 就是现在那个验收合格证 里面有没有啊 就是比如验收质量 楼房质量 他们住进去 我是没看着 没看着 那你往里搬啥 那讲话 你们楼倒了呢 那谁知道 对 那还非得急 两天 两年三年都等了 你就非得着急 住那天 电梯一掉下来呢 一点不害怕 他们主要是吧 就是我刚才 我说的那意思吧 就是头一批 他们二百多人 二百多人住进去 是被四川起诉了 他们还怕不住进去 这房子 鬼人家四川了 四川的公司了 就是 我明白了 就是那个 他们拿着底带房 人家不一定承认这个债务 所以他们先进行 先给他站上了 对 完了 完了你们这些等验收的 还给人看的 完了看着漏漏水了 正好我不想要的 能不能退了啊 听懂了 我听懂了 这是前提 这是前行后果吗 对不对 好 一个点 该 该 你去吧 那我咋说 你该 Buff疊满了 那边抵债的 怕债务不承认 房子没验收 帮我进去住去 漏水了 民不聊生了 啊 幕后大手了 把剩下的 给人说 那正好掉价了 给我卖了吧 能不能让我不还了 首付我不要了 因为那房子跌的 我只三十万 我交十万首付 好好 那你就该吧 那说啥 这我还 你这还不是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 问你更细 你就到我这块 我听到这是该 我不评论 我不评论 我个人啊 我就个人存占 存占情节这 我占情节这 说该 哥们 你是占便宜 便宜能占 吃亏一点吃不了 对吧 赌徒心态 房子啊 我说句话 我听的很多新粉丝 我稍微 我稍微 柔和点 跟你们说说这个事 房子这个东西啊 咱们停了 房子这个东西 说白了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 就是咱不是炒房的情况 一辈子 基本上也就两回 一个是有朝一日给儿女买 或者是父母买 有朝一日自己买 摊上烂尾了也好 摊上啥问题了也好 揪不揪心 确实揪心 闹不闹的话 也确实闹的话 但是吧 这东西咱不能从情里面来出发 首先你得 你得先遇到事了以后 不是说啥事 我先反思 我说怎么着 但你得知道 你在这里面 站不站立 很重要的一点啊 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它是县房 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环境你也看得见 啥你都看得见 那什么人会去买七房 那要不然七房便宜 要不然七房比起县房 县房更新 要不然七房有你理想的位置 所以才去买七房 那买七房 如果跟买县房都一样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叫七房 他房子作为商品来讲 你无论你把它定义成刚需也好 还是什么也罢 他作为商品来讲 第一属性就是升值或贬值 你这是必须得面对的东西 当你买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买的时候没赔 前二十年从来没出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对吧 没有说谁买房子赔了 当然可能有极少数买完赔了 就价格炒得虚高 太高太多了 没有人赔过 所以你觉得这事是稳的 没有大规模的什么烂尾房 所以你觉得这事是稳的 你买了你不赔 这是你的基本心态 所以你敢买 大楼盘开发的以后你敢用 你没有意识到玩的越大 有可能问题出现的问题就越大 如果说现在这恒大问题 如果它是一家小公司 就个本事就几个楼盘 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对吧 那所以说你现在作为一个商品 买到手里面有风险的商品 买到手里面以后 是赔了也好 交不出来也罢 这个是你作为投资行为 必须对自己负责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出来问 问这问那 问什么相关部门 问哪都没有用 三方关系 你用七房去抵押贷款 跟银行还贷款 然后你的这个房子 如果交不上的话 贷款能不跟你要吗 对不对 对吧 你从我这借钱 借一百块钱去买苹果 买回来苹果到你家楼下 摔烂了 还是买苹果那小 给你骗了 这一百你不还我了吗 我跟你合伙投资呢 哥们 如果咱俩合伙投资 说买这个一百块钱苹果 你卖了三百 你能分我一百五 那你不还 我就不还 咱俩是合伙合作行为 涨价的时候 你们掏分逼了吗 别说给国家 给银行 涨价的时候 你们给谁分过分逼 你给人掏点了 那赔了的时候 你自己不兜着吗 有啥不经要问的 对不对 现在银行 银行监管 银行监管 有银行监管的问题 哥们 但钱你是确实跟人借的 没错吧 你抵押的东西 适不适房呢 银行给人按批去付钱 你知道最后差的钱 是他按批量 说工程 见到百分之二十这个钱吗 是这波钱 拿去开下波地 下波开上盘了以后 再拿下波钱 去押下波地 一开始 十开百 危险在这 因为他中间 他其实要出风险了以后 一下全舌 兜底 保交楼都保不起 哥们 现在我说白 报庭 家人们给你做保交楼政策 你知道这钱 都是谁出的呀 真是你那个钱 你从银行 带出了那个钱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给你兜的就不错了 你还挣了 还不想偷 赔了 赔了 赔了我想跑